當中國網民用華為電話 將中文介面轉為英文介面時 就開始研發研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都知道 在最近在微博上有一則熱話 當中說到有一位中國網民 正當他用華為電話 將中文介面轉為英文介面時 然後居然發現 嘩!頂你這個! 即是華為的自主研發的鴻蒙系統 居然變成Android 我頂你這個! 哈哈哈哈 鴻蒙啊! 閉嘴!閉嘴吧! 由於這件事太搞笑了 真的搞到我笑了 連雅少也飄出來 雖然又見及此 今天就簡單地說一下 究竟這件事的來龍 到底竟然會如何? 當中的那位中國網民 又如何發現一輯的漏洞? 最後,我也想就此事 分享一下我們的個人看法 那麼… 各位影片開始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訂閱、按讚 還有記得按讚 記得按讚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分享我的影片 可以立即開始嗎? 現在先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這件事的來龍是如何 大家都知道 自從華為被美國制裁之後 一直以來 他們都不斷強調要自主研發 他們自己的系統 減少對Android系統的依賴 以及減低美國制裁所帶來的影響 而這個系統 大家都應該聽過 它就叫做 熊蒙OS 而這個熊蒙OS 其實在自來 都是引起不少中國網民的爭議 當中有些人說 熊蒙OS 這個擺明是Android 但在另一方面 也有一些中國網民很自豪地說 實在太好了 我們中國終於有一套自主研發的系統 熊蒙OS I love you 中國文說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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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知大雪是遲打是快 最近有一位中國網民在微博上載了一段影片 當中大家都可以看到 當一位中國網民用華為電話 把中文介面轉為英文介面的時候 卻果然發現 你為什麼突然變成Android 由於我弟弟是用Iphone 就沒有玩法去為大家證實這件事了 但我自己也有上網看看 看看有沒有其他中國網民去證實這件事 而當我上Bilibili看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中國網民都拍同一類型的影片 說到當他們的華為電話轉為英文介面的時候 他們的系統就真的出現了Android的字眼 所以當我看完這麼多中國網民的親身示範之後 我自己也挺肯定 真的有這件事存在 你真是的 我都不知道給你什麼反應 紅蒙OS 拜託你不要別人用Apple的IOS 紅蒙OS什麼S 你們是Android 整件事大概就是這樣 對於華為的電話中出現了Android的字眼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見怪不怪的 好想說 不論你們這些網民或小朋友 不斷說紅蒙系統有多麼糟糕 不斷說什麼自主研發也好 稍為用你的屁股想想你也會知道 即是華為所說的自主研發的紅蒙系統 不是又是Based on Android 系統去弄出來嗎? 收屁吧 接下來我將會就著這件事分享一下個人看法 就讓我告訴大家 究竟那些小粉紅 甚至是這個紅蒙OS有多麼搞笑 不知大家還記得不記得嗎? 2021年的時候正當華為宣佈 要將紅蒙OS取替Android系統過一刻 就有多小粉紅就立刻打飛機 然後拍片說 拜拜Android 我們紅蒙系統來咯 我也不見 Power by Android 別了 Power by Android 拜拜Android Hello 紅蒙OS 一個二個都以為華為終於擺脫了Android系統 真的自主研發了他們自家的那套紅蒙OS 豈料大到現在呢? 朋友 你的電話都是在Android 你一招啊 真的很好奇 究竟這群小粉紅 當他們看完這影片發現 原來他們的華為電話在Android系統的時候 不知道他們又會有什麼反應呢? 他們那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臨時会不會是這樣的?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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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是Android 為什麼為什麼就是Android 很恐怖啊看他 獲得給我啊 嘻嘻的 我不要Android 我不要你Android 我不要恐怖 我不要恐怖 嘻嘻嘻嘻嘻嘻啦 第二就是 正如我剛才所說 對於華為電話中看到Android的字眼 我真的覺得怪不怪 怎樣說呢? 因為很早之前華為公開說到 他們的鴻蒙OS是用AOSP 也就是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 而老實說 其實鴻蒙OS如果是基於一個項目研發的話 都只不過是一個改頭護面的Android系統 閉嘴吧 而我就覺得要用AOSP、Android系統都不是什麼大問題 但你知不知道華為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將它那套鴻蒙OS吹大了 你老米 明明是基於AOPS研發自己的鴻蒙OS 但又說到自己是自主研發 好像什麼都是自己完成 如果你這一種行為都算是自主研發的話 我把這部iPhone拆出來 把零件拆出來 再組合進去 然後貼上菠蘿的Logo 那我就可以說這部電話是我自己研發的 不行的嘛 所以其實華為是否用Android系統 從來都不是什麼大問題 現在你的問題就是 明明你是在用Android系統 但你又死口不認 然後吹到鴻蒙OS有多厲害 阿七站在那邊 遠一點 再遠一點 拿你命三千 西馬道 單車鏈 火藥 留宣 毒藥 手槍 手榴 第三 我發現網上有一大堆網軍 不斷解釋到 其實為什麼華為會有Android系統 就是因為要兼容Android 所以你們才會看到Android系統這件事 就不是代表華為是Android系統 知道嗎?各位 老實說 每一節看到這些留言 我真是火都來了 大哥 什麼叫兼容? 如果你們鴻蒙OS真的要做到兼容Android 其實是要你們自己研發一個獨立的鴻蒙OS技術 而在裡面再創造一個環境 去兼容一些Android的Apps 讓它可以運動才是的 但你華為是嗎? 那個什麼兼容的鴻蒙OS做到嗎? 不就是用Android的開發 你們的鴻蒙OS 好像才會說兼容Android 你吃什麼東西? 我說有條件 你才有條件 明白嗎? 對呀 所以你們這些網民 不要經常拿著兼容這兩個字 在打飛機才行 華為之所以用到Android 從來都只是因為 它本身是在用Android系統 而不是鴻蒙系統 是強度開創了一個空間 當然是兼容Android 知不知道嗎? 先到這裡 對於華為 經常吹到鴻蒙OS有多麼糟糕 我只能說一句 保證你啦 又要做雞 又要立丁折牌波 就是你一種啦 自己屎你就認啦 用Android你就跟別人說啦 總是將那個鴻蒙OS說到自主研發 華為寄信 吊帶Android吊帶iOS 真是雖然說一句 如果真的有人因為這個鴻蒙OS 去買華為電話的話 都不知道你會按鈕還是怎樣 好地地 有這麼多Android電話給你選擇 你又不選擇 你又偏偏選擇一部貼著鴻蒙OS的Android系統的電話 重點是沒有用Google的服務 聰明啊 那不知道大家對這件事怎麼看呢 有趣的觀眾也不妨在下面留言給大家分享啦 那麼那麼多個句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 訂閱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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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給大家收看 拜拜